大家好,我是阿龙 最近我们自驾来到了梁山遗族自治州昭爵县的悬崖村 为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村民的生活状态 我和小微轮流上山待了几天 试着把消失前的悬崖村最后时刻记录下来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来总结一下我们所了解到的悬崖村 悬崖村原来并不叫悬崖村 原名叫阿图利尔村 位于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昭爵县志尔墨乡 坐落在海拔1400到1600米的山奥之中 从山顶到山顶的村庄海拔落差接近1000米 16年5月某报社以悬崖上的村庄为题 报道了阿图利尔村 这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后才被称作悬崖村 悬崖村的由来众说纷纭 据说是为了躲避战乱或是躲避土匪 早在200年前就有村民来到了悬崖村 因为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 生活自给自足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 在这里生活更加安全 目前悬崖村有三个村民小组 一组位于半山腰的坡地大平台 处于天梯出口 大多数人网上所了解到的悬崖村就是一组 三组位于一组下边 二组则距离遥远 要从一组步行一小时的悬崖山路才能到达 而最近悬崖村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是因为各大媒体都报道了 遭决线开始了异地扶贫搬迁工作 悬崖村的部分村民终于可以走出大山 住进交通便利的新家 这对于大梁山的扶贫工作而言 是一个历史性的开心的时刻 爬上悬崖村的过程并不容易 越往山上爬 钢梯越陡 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才顺利到达悬崖村 在路上遇到很多被物资上山的村民 他们背着四五十斤重的物资上山 小道糖果 饮料 大道冰箱 洗衣机 都是村民们一步一步往山上抬的 一位村民告诉我 在没有修钢梯之前 村民们是通过藤条和木头往山上爬的 因为过于危险 每年摔死的人大有人在 而村里的孩子曾经就是这么上下学的 大多数的游客都会在衣嘱上做游览 所以这里会有很多的小卖部 而自从17年的时候通了网络 村里的年轻人都玩起了直播 村民雄俄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会直播上下山被物资 也会直播和遗嘱的小朋友一起唱金酒歌 可以说社会的关注给遗嘱的生活状况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而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即将搬迁到新的房子 房子多大知不知道 一百多平方 一百多平方 那你四个人一百多平方 那还是住的舒服 带不带家具 带家具 那挺好的 莫斯大叔和我说 现在分房一个人可以分到25平 每个人只需要交3000元 国家的扶贫政策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状况 你几岁了 九岁带弟弟 你看你弟弟现在不哭了好可爱 这个水是什么水啊 不要去那里太危险了 相比于一族的热闹和改变 悬崖村二族的状况则让人担忧 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悬崖村还有一个恶族 即使知道也不会前往 因为要走一个小时的悬崖山路才能到达 小心小心 还有现在还看不到是吧 还看不到 天呐 太累了 来你这里太累了 要走那个悬崖 我也写太难走 二族的村民即刻拉者见我们来访 虽然家徒势必连孩子的止尿布都要循环使用 但是他也热情的杀了两只鸡招待我们 这么来我们之间 来这年毫不如愿 那个我们就是细细苦苦 来这一代 这个我们小小 都吃了吗 小小的我们吸引这个 他右手长急 孩子吐唇 吃着发芽的土豆 笑容背后的辛酸 也许只有他自己能懂 二族村民的家里布局基本上是一致的 家门前就是租卷 进门就是灶台 旁边放着两张木床 按照遗嘱的习惯 夫妻会分床带着孩子睡觉 就是我妈妈昨天不舒服 然后我今天还没拿得及去送他医院 就是肚子痛不舒服 这边没有医生吗 没有医生 要是他现在每天 我今天晚上看 要是这样的话 只能不应了 因为村里没有医生 村民生病了 只能忍着 或者由年轻人背下山去医院 二族村里唯一的水管用的是山上的流水 并且经常停水 流水的时候 村民都是集体出动 小孩子洗澡 当然洗衣服 村里的幼儿园阴暗潮湿 旁边是沉浸的牛圈 学习环境尽管比较差 但还是终于让村里的六个小朋友上了学 二族的村民阿飞和我说 他还没有分到房子 但是他们仍然期待着走出大山 去到县城生活 我们又想 肯定是想要走出这个大山 对吧 然后去县城 但是我们有那个想法 也没有那个能力 你上有老 下有小的 对吧 家里父母又有的是身体不好的 万一他们身体不好了 做他们医院 也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 我们这边就是为了就是住地 住地 就是靠住地生活 生存着 对吧 中介的话 我们这边必须有个男人 走出大山成了他们面前 难以愉悦到一道坎 除了残疾的拉者 想走出大山的阿飞 还有独自生活的寡妇 和躺在地上 靠妈妈照顾的癫痫患者 二十多二十三岁 那他妈妈照顾他整天 整天都他妈照顾 在厄主 我遇到的每一个村民 身上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住的房子都是漏洞 很多的洞 你有上学吗 在哪里上学 在前面下面 总的来说 悬崖村的村民在扶贫政策的带领下 正在有序地走出大山 有不少网友表示 曾经说好的投资六个亿 怎么修了个梯子就完了呢 给村民直接分钱不是更好吗 事实上修钢梯的花费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剩下的钱都投资给当地开发了旅游项目 通过发展旅游业 为当地的村民提供更多工作和收入的机会 大梁山是全国全省最集中的贫困地区之一 只给一条村子脱贫 明显是不够的 因为大梁山远远不止一个悬崖村 直接给钱这种粗暴的方式 治标不治本 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 才能给整个地区的人带来可持续的发展 并且多劳多得 勤劳即可摆脱贫困 现在来了很多游客 先爱新的 给他们免费派物资了 学生的证明都来领了 安心 吉克拉哲在住进县城新房的时候 他热情地邀请我们过去做客 我们问他住进新房心情如何 他说 终于不用再担心下雨天房子漏雨了 那个晚上下雨的那时候是说不走 那个贴贴的敌水 那个露雨也是说不走 现在是刮风下雨的 对对对 除了感谢政府 还要感谢每一个帮助过他的好心人 但他除了有住进新房的开心 还有面对新生活的担忧 怎么讲呢 一边是开心 一边是很难 曾经住在山上靠山吃山 而现在水费电费伙食费这些都需要花钱了 自己右手残疾 还不知道去找怎么样的工作维持生活 现在只能慢慢的适应了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扶贫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 既要确保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又不能让他们形成依赖 出现真正当贫困户的现象 精准扶贫也成了近年来最常听到的一个词 让巡洋村的村民搬到新家 但如何协助他们能够活下去 找到工作 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等的问题 仍然考验着扶贫工作者的能力 巡洋村搬迁是一个里程碑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扶贫需要受制雨 才能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所以村民未来的生活与发展 还需要扶贫工作者持续关注 资屋漏者在雨下 资政事者在草野 走进村民家 相信总有一天 巡洋村不会再被贫困所困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